第九百三十九集 新居 哎 现在国家不是已经开始抢救这些东西了吗 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莫小于说道 文玉山摇摇头 哎 抢救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消亡的速度啊 太慢了 莫小于无语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这个一生都献给文物的老人 你呀 是郎馆长的关门弟子了 好好学一学他的绝活 否则就全完了 文玉山嘱咐莫小于道 他一直都只是教我画画 那是他的绝活吗 莫小于问道 文玉山摇摇头说道 不是 他的绝活不是画画 而是给画作作旧啊 有些修复的画呀 要修旧如旧 所以很多次故宫博物院都请他去给新修复的画做一下旧 你一定好好学啊 文玉山说道 郎坚白这个本事莫小于早就知道 只是不知道他有这么高的水准 不然的话 莫小于画出来的画怎么能上国际拍卖会呢 莫小于和文玉山正聊着 馆长办公室的人找上门来 说馆长回来了 正在找他呢 干爹 我想过去一下啊 晚上我再跟您聊 行了 去忙吧 记住我的话呀 什么时候有空再来找我就行 我没事 文玉山摆摆手说道 郎坚白现在几乎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放到了博物馆改扩建的工程上 所以莫小于见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擦拭脚上的泥呢 老师啊 您这么大岁数了还操心这干嘛呀 都招投标了还这么操心 人家也会有意见呢 莫小于说道 哎 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是去看看 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打个招呼的 郎坚白很高兴的执了执椅子 示意莫小于坐下 啊 我刚回来没两天 先去了一趟日本 见到绝业了 莫小于说道 听到这个消息 郎坚白的手停止了动作 站起身来去关上了门 然后坐到了莫小于对面 低声问道 他怎么样了 回不来了吗 哎 估计是回不来了 癌症晚期 没多少时间了 再说了 十天阳瓶也不会让他回来的 我这次算是把十天阳瓶给得罪惨了 这老家伙不会罢休的 肯定不会和我算完 我担心的是 他会不会牵扯到绝业身上 莫小于说道 不是 发生什么事了 郎坚白一愣问道 莫小于简略地把自己在日本的情况说了一遍 郎坚白目瞪口呆 他没想到十天阳瓶费尽心机绑架他和绝爷去日本 居然是为了去画不碾图 这个十天阳瓶啊 真是野心勃勃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 我最敬佩的还是绝爷 他虽然迫不得已 为十天阳瓶出了一些主意 但是做维化这件事上 他的意见是对的 你要是画了 那接下来就是和大陆打嘴仗了 最可能的就是真假之争 到时候你可就是民族罪人了 郎坚白庆幸地说道 但是十天阳瓶算是恨死我了 我估计报复很快就会来的 小日本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莫小于探道 你要小心点了 对了 我和你师姐说了 你将来发展的问题 你呀 没事多在学校里学习一下 虽然他们也不能再教你什么 但是也不能长期不上课 这样不行 对了 地下室里还有你的东西吗 如果有的话 收拾一下 有些文物要保存到地下室里去 我的那间工作室 要腾出来 摆放其他文物了 郎坚白说道 行 那我待会儿去收拾一下 对了老师 你答应给我的那套酒器 我可带走了啊 莫小于这是第一次向郎坚白要东西 而且那也不是博物馆的 郎坚白早就答应他了 这一次既然要把自己的东西带走 可不能再客气了 带走吧 那是我私人的东西 既然我都答应你了 肯定不会反悔的 郎坚白说道 莫小于 见郎坚白答应的这么痛快 总算是放下心来了 一直都在犹豫 绝业在海外租界岛屿的事情 要不要告诉郎坚白 但是到了最后 还是没有说出口 还是苏菲说的对 那是自己最后的退手地 绝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 否则这个地方的意义就不大了 莫小于到了地下室 找了一个盒子 先是小心地用报纸包好这套酒器 然后装在盒子里 拿到了郎坚白的办公室 让他过目一下 行了 都说给你了 还能反悔吗 拿走吧 看了几下 一挥手 大方地说道 在回去的路上 莫小于一直在想 郎坚白能有这么高深的模仿能力 一定也是和这套酒器 或多或少有些关系 但是为什么他就没有再进一步呢 这里面难道还有什么 自己没有发现的秘密吗 莫小于带着这套酒器 没去别的地方 直接回到了自己 在老世卫家属院买的那套房子 经过了半年多的装修 总算是可以入住了 就是在宋城订的那套木床 还没运来 喂 哎 莫老板吗 我是唐州的 订了那个大床 呃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可以给我送来安装啊 对对对 我这段时间都在唐州呢 莫小于说道 在木茂财那里 莫小于不仅订做了那个大床 还有杜曼雪定制的东西 都没运来安装呢 趁着自己正好在唐州 把这事解决了 自己也好在自己家里住下 下一步 就是怎么安排父母的事情了 自己现在这么有钱了 让父母在乡下住土房子 肯定不合适 但是怎么才能让家里人 接受自己小人诈父呢 这也是个难题 此刻 姬可欣下了班 回到杜曼雪的家里 看到屋子后面 停着自己的车 一猜就是莫小于在这儿呢 于是就走进了莫小于家 看到我的车了 怎么样 什么时候能住啊 还差一个床呢 你要是愿意席地而卧 我们晚上就可以住过来 莫小于笑道 哼 我才不来呢 你想冻死我啊 姬可欣没好气地说道 你不来就算了 我去问问杜姐来不来 莫小于挑衅地说道 可以啊 只要她愿意来就好 我省得和她挤一张床了 姬可欣白了莫小于一眼 看向她的手里问道 嗯 这盒子里装的什么呀 好吃的吗 什么好吃的 几件文物而已啊 莫小于说道 古董啊 诶 这盒子上怎么印着博物馆的字样 从郎间白那里拿来的 姬可欣 含着脸问道 不访计划